嗨 天常常野茫茫走进青海寻找回族清真寺的传奇秘宝 我还听说一个就是说这边好像有一个流金宝瓶 流金宝瓶在我们清真寺的这个最古老的大殿正上方 汇聚大西北传统峰会 心灵夜市吃尽清藏美食 那这是什么 小尾巴 再加上这是什么 牛肉 牛肉 热情的代客不怕你来假套套 丰收季节的庆祝活动 您就得想一想的 这个我先问一下这危不危险 这个危险 危险 一定要抓紧 要抓紧危险 好吧 姑娘你要我在前面还是在后面 哇 头已经开始晕了 你没有做特级表演 赶紧跟着中国大体验的脚步走进青海 感受青海草原民族的热情 体验不一样的草原生活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宁这个地方 这个宗教气氛文化相当的浓厚 所以我们看到的藏传佛教在这里相当秉胜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信奉这个牧师林的 我们看到后面这个东关清真大事 也是西宁地区西北地区最大的清真大事之一 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一项东西就是 在去年的时候这边总共挤满了十多万的 穆斯林教徒在这里朝拜 另外东关清真大事也是具有六百多年的 历史的一个清真大事 所以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就是流金宝瓶 这座东关清真寺是青海省最大的伊斯兰教寺院 也是西北地区四大清真寺之一 外形宏伟壮观的拱形大门呢 加上青涉圆顶上还有伊斯兰教的象征 怎么可能会有属于藏教的宝瓶 我穿过拱廊继续寻找答案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栋古色古香的中式古代宫殿 已经手立在我的面前 原来这座大殿早在北寿年间就已经成立了 大殿和南北两侧的香楼呢 已经有九百七十年悠久的历史 而这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 古代中式风格的清真寺 对不起 我可以进去吗 按照咱们穆斯林的严格的规定来说 这是做礼拜的大殿是神圣的 还有条件 第一 必须是穆斯林 第二呢 穆斯林的条件下 必须要沐浴的 然后呢 晋升 晋升完毕之后呢 进去要做礼拜 这三个条件是趋一如可的 那可以请求一下 让我进去看一下吧 按照这个严格的规定不允许 但是你是这个什么呢 对咱们的伊斯兰可以了解一下 但是刚才已经同意 所以你可以进去 好 谢谢 谢谢 伊斯兰教戒律相当的严格 光是进去礼拜大殿 就有一大堆的规矩 一进到大殿 好几个虔诚的伊斯兰信徒 正跪着做礼拜 而四周却是出奇的安静 不过看来看去 怎么都是男信徒啊 旁边指导我的阿宏说 伊斯兰教并不是男尊女卑 而是崇尚男女平等 只不过男女是分开来做礼拜的 这要先进右脚 这还是有讲究的 有讲究的 这个由大殿 它是神圣的地方 然后进来以后 只要面向西方 不确切位置就可以了 面向西方 卖家的方向 两个脚怎么办 两个脚之间的距离 大概是一拳头的平行 平行 平行站立 平行抬头 然后呢 眼睛不要上看 也不要下看 眼睛看自己 肩要扣头的地方 知道吧 要拒敬回神 集中心力 然后做礼拜前 男子是两个大拇指 翻对两个耳垂 知道吧 两个大拇指 翻对两个耳垂 到两个耳垂 碰两个耳垂 碰两个耳垂 然后呢 这个抬手的时候呢 这十个指头 都要面向西方 是这样的 对真主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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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古来经的时候呢 要鞠躬 鞠躬必须是九十度 回名信仰 伊斯兰教的虔诚度 不亚于 藏族徒步千里 磕上十万颗头的 苦行精神 不仅一天 做五次礼拜 每次礼拜呢 还要边念经文 边磕两次头 起身后鞠躬 再磕两次头 之后念完九十九遍真经 及一连串的忏悔词 才能开始祈祷 说出心愿 而他们全部都是 用阿拉伯文来祈祷的 我刚刚看这个 从头到尾 你所用的语言 是什么语言 阿拉伯语 全部都是阿拉伯语 全部都是阿拉伯语 你有到过阿拉伯吗 没有啊 没有到过阿拉伯 那为什么会讲阿拉伯语呢 因为我们中国的 所有的寺院里边 都有一个学院 都是专业学习阿拉伯文的 有专业的 他们到过阿拉伯的 一些学者 给我们亲自 传授纯正的阿拉伯语 阿宏说 先知莫汉莫德主张 求知是从摇篮开始 一直到进入坟墓 而他就是在这里的 经院所学习的 这也可以看出 回民遵守戒律的性格 这个寺院 好像历史也蛮悠久的 对不对 对 有多少年了 这个寺院呢 接近于970年的历史 970年了 我还听说一个 就是说这边 好像有一个流金宝瓶 对 流金宝瓶是有的 在哪里 这个流金宝瓶呢 在这个大殿的最上方 大家看到了 就是这个啊 这是典型的 这好像是藏才佛教的 当然 两边这叫法杖 中间这个是金宝瓶 这三个 他们当时呢 这个大殿最后一次翻修 1914年的时候 甘肃下和拉普愣的活佛 加密尔送来了 金光闪烁的藏室流金宝瓶 也就是在大殿屋顶的上方 是中国所有清真室内 唯一仅有的藏室法器 也是世界上唯一有 藏室特色的清真室 阿龙说这支宝瓶啊 是当年甘肃拉普愣市 最后一次翻修后 深重为了庆祝修建完成 因此把最珍贵的宝瓶给送过来 清真室欢欣接受 也回敬了银元黄金 而这也代表着 宗教和谐互相尊重的意义 丢金宝瓶放在清真室里 的确难得 另外在这里还有一个 从不曾对外展示的 可兰金手抄本 更令人感到惊奇 对 比较珍贵的 它里面都是一件手抄本 而且当时呢 这是谁抄的 这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 伊斯坦的一个大学者吧 文革时期把这个古兰尼要烧毁 所以呢 这个老人家把这个古兰尼 保护到什么地方呢 怎么保护 自己家的房檐底下 拿所有的那个泥土包起来 尝到了瓦底下 这些珍贵的可兰金 都是穆斯林信徒捐赠的 有些还是一千多年前的古文物 而你所看到的这一叠可兰金呢 来自于两百多年前的真机 共有六千六百六十六段 一共三十卷 全部都在这里 保存相当的完整 而且啊 这些都是难得一件的手抄本 平常是不会拿出来给大家观赏的 除了有这一本难得一件的手抄本 可兰金之外呢 还有一本袖珍型的可兰金 这里还有一部小的古兰金 它是从这个埃及的开罗 埃兹哈尔大学带来的 埃兹哈尔大学 有的人知道 这是世界伊斯兰最高学府 这个古兰金呢 它是在祥微地底下完成的 所以呢特别珍贵 而且这种小古兰金呢 这部小小的古兰金的内容 包括了这三十本里面的每一个字句 埃子不错 它重到四克 很珍贵的 现在包装还没打开 就这个四克 对 拿出来 这个可以拿出来吧 可以拿出来 很小 最重要的 你看它的侧面可以看到 因为它没有 这个 现在还包起来 对 可以看到侧面 这真的是一页一页的 对 真的 然后这个呢 也全部都是可兰金 对 这用了三十本 然后这个呢 就全部在一个四克里面 不到首长大的可兰金 外皮还镶着金边 想看的话 还得用放大镜拿来看 历经岁月时代的改变 有些学者是一笔一笔 写下可兰金里头的教义 有些教徒呢 则是藏起来躲过了灾难 可见可兰金 在穆斯林心中的重要地位 我远远地就在外面 听到这样子的 迎送的声音 我觉得我很像来到阿拉伯 你刚刚念的这个是什么 我刚才念的是阿拉伯语 是古兰金 哦 这是古兰金 对 这就是古兰金 这个古兰金 你是在这边学的吗 对 但是呢 我从小就是学着古兰金的 我到这边来主要是 学我们全方面的宗教知识 或者历史 政治 法学 圣训集 等等都要学的是这样的 这边是一个教室 对 这个呢 它同时也是我们 清真寺里边的 做礼拜的地方 同时我们也是一所学院 和进修班 学习一三教宗教知识 是这个最主要的地方 这间教室是专门培养 伊斯兰学者的地方 在这里一天要上二十多门课 从各国语言 宗教 历史 政治等各方面 都要学习 即使他们已经博学多文 还是得谦卑地打开可兰金 一遍一遍附送着古老的圣训 而他们也努力奉行着 这一个信念 阿尔和悠伤 阿尔的 欢迎来到 西宁的大新夜市 看到这边就感觉好像回到台湾的夜市一样 这个西宁市夜市非常的特别 大家以为这个是夜市 是吗 因为天空还是亮的 我告诉你现在时间是8点快要半了 8点半了天空还是亮的 所以我觉得这边比较像是黄昏市场 但是在西宁地区 这一个地方是小C条街 非常的火非常的红 因为西宁是各族很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小吃一条街里面 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各族的小吃 包含了回族 藏族 还有汉族全部都在这边 主要以藏族 回族 汉族为主的青海省 饮食习惯也融合了这些民族的特色 从西宁这一个大新夜市就可以见到 道地的清藏美食全部都在这里 因为这里是通往西藏的必经之地 每到了夜晚这里是人声鼎沸 各路人到了这个夜市 享受大西北的美食风味 来 功夫了得 师傅 熟了呗 熟了 熟了啊 那我要买一个 不要太辣啊 我肯定你是台湾来的 台湾味 多少钱 一块钱 一块钱 来 给你 谢谢啦 谢谢 我是广西啊 广西啊 广西 我广东的 隔壁而已 好美好啊 谢谢啊 你们从哪里来 香港 香港来的啊 真的吗 香港来的啊 不错 不错 还有没有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 有没有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 这个好吃 海鲜好吃 这个海鲜好吃喔 我们上回在那个新疆啊 介绍了一个那个非常特别的夜市 那个夜市呢 全部都卖了什么东西 卖了羊头 然后卖了羊肉 然后烤羊肉 清理夜市里面呢 因为这边回族也很多 所以呢 这边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 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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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猪肉 这是猪肉 这个呢 羊蹄子 好 这羊蹄子 清海虽然不靠海 但近年来这里却流行吃起了海鲜 交通的便利让沿海的海鲜 得以运送到这个内陆的省份 各式各样的海鲜 满足了回族的口部之欲 但却没有办法满足藏族人 因为在清藏高原 藏族人是不吃鱼虾海鲜的 汤族人以及回族人都能吃的呢 就是这一个羊肉了 西宁的羊肉不仅花样多 而且肉质鲜美毫无三味 因为这里的羊全都来自清藏高原 从小喝着山泉水长大 咬在口里的嚼劲 可会让吃过的人念念不忘 那这是什么 羊尾巴 羊尾巴 卖相超好的 尤其在这一片卖烤羊肉的摊位当中 显得特别与众不同 这个 吃不这什么 香肠 这是羊肠 是煎的 煎羊肠 里面是包什么的 羊肉 羊心 羊肉跟羊心啊 怎么卖啊 生意好不好 还可以 好吃不 好吃不 好吃吗 好吃得很 你尝一尝 我尝尝看 这是羊肠 这羊肠 里面包了什么 羊肉 羊心 羊肉跟羊心 好吃 那个皮酥脆脆脆的 然后呢 这个羊心味 好吃 走吧 其实啊 我要吃这个之后 我偷偷想要讲一句话就是 它长得很像香肠 可是你知道吗 香肠是用猪肉做的 用猪肉做的 用猪肉做的 但是呢 在新增馆里面呢 不能讲猪肉 要讲大肉 自古以来 回民就是个爱干净 讲着卫生的民族 不吃猪肉 不喝不干净的水 连羊肉也必须是 穆斯林信徒 宰杀的才能吃 回民规矩 多得不得了 不过 卫生干净 却是一大好处 看看周遭 回民厨师 一定穿着白袍 戴着白帽 这群循规盗矩的回民 在外人看来 实在麻烦 不过 却是餐厅 高婆满座的火招牌 生意火红的呢 还有这一家 麵片店 这个西宁啊 青海省 很有名的 叫做什么 猪面片 猪面片 掰面 掰面 喔 厲害耶 都不用看了喔 都不用看 不會飞出来 不會喔 你看还可以跟我聊天 麵片是青海人最爱吃 也最常吃的平民美食 几乎每个人都喜欢吃 只要是青海人 每天最起码得吃上一碗 没有吃上一碗 就像是没有吃饭一样 就没有吃 还会想念这个味道呢 五六个师傅 围着一个大锅子 俐落地掰着 一片一片的面片 等到煮熟之后呢 简单地炒上一些餡料 就好了 功夫也全部都在这 晶莹剔透的面片上 同样的吃法 还有这一个熬饭 也是道地的美味 这是什么 这是熬饭 熬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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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碗多少钱 三块钱 三块钱 熬饭 坐熬的熬吗 下面 熬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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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没看到饭 饭在哪里 是 我们叫灰菜吧 灰菜 饭呢 没有饭啊 饭在哪里 这个 不吃饭 这个配米饭吃饭 配米饭吃的 对 等一下还会再给他一碗米饭吗 对 那我要一碗 还可以选哦 对对对 我肉多一点 肉多一点 好了 好了 老板好爽啊 好了 好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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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米饭 米饭喔 米饭不用了吧 米饭不用了吧 我吃不下了 我肚子很大了 刚从那个外面呢 这样一路吃下来就够了 哇 哇 什么马家熬饭 造家砂锅 新宁的店 几乎都是用姓氏来取名的 老板的名字就是姓郁的保证 这是特色 也是新宁个体户抬头的时代 一般吃这个熬饭呢 其实是应该要配着这个米饭吃的 它其实是一个大杂烩 不管是什么 里面什么 羊肉啊 土豆啊 整个有多少种啊老板 还有那个红萝卜啊 总会有多少种啊 这个吧 这个 有没有十种 有没有十种菜 这个 十种 十种啊 十种 这熬饭名字怪 不过料多实在 一碗才三块钱 搭着米饭一起吃呢 美味营养又划算 不过小狗大碗 还不只有熬饭而已 除了羊肉之外呢 另外这边还很流行吃这种 这叫什么啊 这叫砂锅 砂锅啊 看起来里面的东西也是蛮丰盛的 有什么东西 放了什么 什么 什么肉都有 什么肉都有 羊肉 牛肉 牛肉 鸡肉 鸡肉 鸡肉也有啊 这一碗多少钱 一碗六五块钱 六块钱 好吧 来一碗 好啦 我就坐这边了 是吃得饱吗 吃得饱吗 吃得饱 吃得饱 喔 来了 当地人说 这一家的砂锅很受欢迎 丰富的火锅料 加上爽口的汤头呢 油而不腻 口感一起棒 几乎热乎乎的砂锅一端上桌啊 总是让人胃口大开 这个西宁这边的人很喜欢吃这种东西 就是一锅里面啊 什么东西都有这样子 你看这有豆皮啊 还有肉 什么肉都有 还有小篮子 天色暗了下来 涌入夜市的人潮接踵而至 就像是热闹的大排档 不管是鲜嫩可口 香味扑鼻的羊肉串 Q中带劲的面片 还是豪迈的手抓面 都是青海的独特风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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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畜牧区了 而山的东面呢 则是荷黄农业区 所种的都是麦子青柯 日月山是从西宁 通往西藏的必经之地 当年文臣公主下架 土坡王国时所走的 也就是这一条唐帆古道 日月山的由来 也和文臣公主有关 相传当年文臣公主 途经此地时 登上了山顶 眼前所见 竟是这一片茫茫的草原 思乡之情不仅油然而生 此时文臣公主拿起手中 唐太宗所送的日月宝镜 却没想到宝镜中所见的 竟是长安顾城的景象 文臣公主因为害怕 自己无法割舍对顾礼之情 因此将手中宝镜 抛向了次里 宝镜一分为二 一半化为银月 一半化为今日 成了现在我们看到 形状像是太阳与月亮的 两座三峰 虽然文臣公主的下架使得 汉藏文化得以互相交流 互相了解 但也仅只是打开了 清藏的一片小门 后来人们就将四陵改为日月山 因为交通的不便 时至今日 藏族依然过着不受外界干扰的生活 他们所保留下来的 不但有他们独特的生活模式 更有那足以穿过 层层草原 嘹亮的歌声 拉姨就是山歌 是藏族儿女歌颂美好生活 表达爱情以及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 通常由男女其中一位 悠悠扬扬唱起拉姨之后 就必须由另外一位继续下去 在歌唱中 双方用巧妙的比喻 生动地向对方表达自己 内心的想法和感情 这些男生女生 谈恋爱的时候都一定要唱这个吗 是 我们以前谈恋爱 我们有些时候 就是聚到一个山顶上 你随便唱上几句 或有一个女的 你对上那么几句 对得比较有意义了 会像有感觉了 后来他们慢慢把这个 这些什么发展关系这样子 歌曲流传下来这样子 所以他们这些 全部都是即兴创作的 所以这个男生唱什么东西 问他什么事情 女生这边就要回答他 所以刚刚这样一来一往 我看那个哈拉就在那边 传来传去 这要唱多久 这样就是一个人 我们本来可以说是 一个人可以唱三天三夜 唱三天三夜啊 不会结束 不会结束 拉一的曲调悠长 声音和唱腔 嘹亮动人 而要唱出这样悠扬婉转的歌声 不容易 尤其内容都是即兴创作的 不但当场编歌 歌声还必须要打动人心 如果双方对上了 还会唱个几天几夜 相当的有意思 只要一举办拉一会 就能看到各地青年男女 盛装打扮 结伴聚集 互相赛歌 而这也是他们求爱的特别方式 说起歌词的即兴创作 在青海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那里是歌舞的海洋 彩虹之乡 住在那里的子民们 各个能歌善舞 热情好客 而他们的歌舞生活 还有哪些传奇故事 我们继续寻找下去 来了 我们来到了这个土竹的庄园 土竹又被称为是这个彩虹的故乡 这些都是彩虹的儿女们 你好 谢谢哈达 谢谢阿如意 谢谢 这什么 这什么酒 这是名流酒 我们一样的名流酒 名流酒 对 青蝌酒吗 就是青蝌酒 青蝌酒啊 对 三杯 对 三杯 这有点跟那个 跟云南的那个苗族也蛮像的 这叫做下马酒 好了吗 可以进去了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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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竹人是个热情好客 讲究礼数的民族 只要一进土竹家里 他们就会端着自家酿的青蝌酒 来迎接来访的客人 一进就是三杯酒 说起他们的特有敬酒文化 就不能不提三 这个极强数字 三代表佛法针三宝 因此不管敬什么酒都得喝上三杯 所以绝对马虎不得 土竹人爱喝酒是出名的 有句话说开坛十里 游人醉 来到这里 你就可以深刻体会到 这一句话的意思了 互助县盛产青蝌 当地人就运用青蝌来酿酒 酒香之名不惊而走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酿酒 他们用传统的蒸馏方法 酿造出来的青蝌酒呢 是清醇干裂 而且还弥漫着一股独特的酒香 来到土竹的庄园中 不时可以听到悦耳的歌声 也能看到漂亮的土竹姑娘 他们说这里有个美丽的名字 就叫做彩虹的故乡 而他们也就是彩虹姑娘 来 我们请一位彩虹姑娘来一下 你穿这个衣服是你们的 传统的土竹的衣服 就是 这个他们叫做彩虹姑娘 蛮好听的 因为这个 这边的土竹就叫彩虹之村 彩虹之乡 彩虹的故乡 所以说他们的衣服颜色 就按照天上的彩虹的颜色 踩下来 来 手伸出来 两边都伸出来 你看 这两边的袖子 有没有他们的袖子呢 就是彩虹的颜色 有七种颜色 红 绿 红 绿 红 绿 黄 然后黑白 还有呢 蓝 蓝 蓝色在这边 等于总共有七种颜色 七色的彩虹就绣在每个人的身上 不管是衣袖或裤脚 都有红 黄 蓝 绿 紫 黑 白 七种彩布缝制而成 所以又叫做七彩绣 红色所代表的是太阳 蓝色则是天空 而其他颜色就是指彩虹 即使从事农忙劳动 土族人照样穿着 这一套华丽的彩虹装夏田 而远远看过去 就像是两道美丽的彩虹 这个是什么 比如说它是结了红的象征 这是当地的锅盔帽 锅盔帽 好像是农村家里面 烙出来的那边锅盔帽一样 后面呢 比如说它都法式也不一样 法式 哇 它头发好长哦 哦 怎么那么长啊 这次结了婚的 要把它绑起来是不是 结了婚的 改发以后就这样 改发以后就这样 改发 昨天结婚的时候 姑娘必须要改发 改发以后就是媳妇了 就媳妇要绑两个辫子 那不是媳妇的话 头发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随便就可以了 那老人家呢 老人家也是 那年轻人呢 那我穿的这一身呢 我穿的这个是什么 结了婚的年轻小伙子 你怎么给我穿的结了婚 我还没有结婚啊 结了婚的 那你穿这个呢 我这个也是结了婚的 你这个也是结了婚 那没有结婚的呢 没有结婚的 那带子不一样 就没有带子 带子不一样 没人绣这个东西了 这是媳妇绣的 媳妇定亲之物啊 这是媳妇定亲之物啊 土足姑娘的刺绣功夫 相当的了得 因为这是他们必修的一门课 尤其在出嫁前 娘家要悉心教导刺绣的记忆 并且要向亲人展示刺绣的成果 趁新婚之际 将自己亲手绣的绣品送给婆家 代代传承下来 土足的刺绣记忆呢 也形成一绝 仔细看这些从头饰 衣领 头巾 腰带 到鞋子的精湛绣品呢 全都是这些姑娘们的好手艺 这是媳妇定亲之物啊 这是哪一位给我的 你 就是啊 那走呗 结婚呗 好啦 这土足的姑娘呢 还蛮漂亮的 我就留在这边 当她们的在大王了 村在大王 好啦 谢谢你们 你不要紧张 你看 紧张得满头大 不过旁边的亲友告诉我 想攀上土足的姑娘 一定得学会两样土足的传统 这就是土足传统的习俗 只要一碰到节庆丰收 或是家里有贵客到访呢 土足人都会盛装打扮 聚集在庭院当中绕着圈圈 挥动着彩虹的衣袖 唱起柔美的歌曲 来表示对客人的诚挚欢迎 对客人的歌连统的歌连统的歌连统 剛剛關模了一陣子 換我登場之後發現安張舞的舞步 看起來相當的簡單 事實上手足舞蹈邊唱邊跳 舞步還要輕盈 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 有沒有看到 這是土族的輪子丘 這是我們土族輪子丘 輪子丘 所謂輪子丘就是旋轉的鞦韆 跟漢族當的那個不一樣 為什麼會有這個輪子丘呢 因為我們土族先民 就在那個豐收的打賣場上 換一個頑童就是 偶然間就發現了這個龍子丘 所以說現在已經改變這個東西了 以前是風收的時候 大班車的車輪 那上面那是車輪 那我們看到那上面那是車輪 那就是大班車的車輪 後來要請天上的龍來梨田對不對 結果沒有抓到 對不對 後來又到了那個石山上面呢 用銀梨要抓牦牛來梨田 又沒抓到 那怎麼辦呢 最後用了這個鐵梨 抓了我們的這個黃牛 對 黃牛來 後來就種出了大片的青棵賣田了 對不對 對 看來你對土族的這個 以前的故事知道的不少啊 對啊 因為我有做功課 這個輪子丘 是土族民間的體育活動 以往每當秋收結束之後呢 就會將大班車的車輪 與車身分開 輪子倒立在廣場當中 上面綁著梯子做成鞦韆 而這也成了 土族慶祝豐收的遊戲 可是我想要知道一下是 我能不能上去玩一下 可以啊 但你一定要小心 來 來來來來 哇 你看這個 這個沒有辦法啦 這個他們都做特技表演 這個 漂亮的姑娘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叫什麼名字 我家叫永梅 那怎麼會剛剛 好厲害喔 土族名字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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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你 我們就是你啊 你的名字就是什麼 趕緊說 雌蓮花 雌蓮花 好美喔 雌蓮花耶 雌蓮花就是我們龍王山的意思 龍王山的意思 好 來 剛剛表演得很好 來來來來來來 你那邊也上去幾個 趕緊 早上 這個我先問一下 這危不危險啊 這個危險 危險喔 這危險啊 危險 你看比如說 當時來的時候 如果一旦遭手 那就後果不開設想 那胖一點的呢 像我這樣子很陪的呢 上夜不開 筷頭倒數不消 但是一定要抓緊 要抓緊 沒關係 好吧 姑娘你要我在前面還是在後面 上吧 這飛快的輪子丘玩起來很刺激 不過要體驗這快感 則必須先做好心理準備 鼓足勇氣 好 但是勇氣 你千萬不要鬆手啊 千萬不要鬆手 千萬不要鬆手 你不要怕 我們的阿庫姆會保護你的 如果你掉下來的話 它會撈上來 好緊張喔 等一下 我看看怎麼樣 效果 抱著美女不會掉下來啦 不會掉下來 美女會救你的 以前本來就是我們土足 但是美女就運行 土足的輪子丘 身體要往後嗎 注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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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要往前 往前 如果本來好的 在這鞦韆上 還能做出瞠目結舌的特技表演 而圍觀的人呢 則是會在旁邊 跳起鞍招舞來助性 頭已經開始暈了 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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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 小心點 下來 我要慢一點 我頭暈了 我已經頭暈了 頭暈了 頭暈了 你們每一年的時候 都會 都會這樣子 玩著輪子丘嗎 頭暈 就是啊 你看比如說 我們在分手的打賣場 把籠子丘擺上 然後大家 就是跳起鞍招舞啊 燃起篝火 然後就是轉上籠子丘 轉個吉祥 轉個如意 親個分手 這樣 這個豐收的季節 我來到護住縣的土竹家裡 同樣也是豐收 這回我是收了一個小老婆 剛剛和我一起玩輪子丘的姑娘 馬上就要變成我老婆了 閃料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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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我們女方家的 無可怕 誰要拿錢拿著金錢 而這兩位 穿著上馬袍的納蛇金 也就是南方派出來 能言善變能歌善舞的取親人 我能不能順利取到姑娘 就靠這兩位的智慧了 因為女方家的親愛 女朋友會不斷地出難題 給予考驗 兩位人 向自己的兄弟 給予你去解釋 他們這樣不要連絲捏一下 好 接下來是 人間開口余生 一敗天地 二敗光草 夫妻最敗 一敗 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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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接下來是 人間開口余生 兩位 咱們的親愛 已經要進行 要接這個 因為咱們的土地 是一個 赤索瓶即將的移座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新鮮的 來 我們看一下新鮮的 來 見你蓋頭 歡樂的氣氛 是土足婚禮的主軸 在與新娘挑著 歡心舞蹈的同時 這時要附贈對方定情物 通常土足姑娘 會送上自己 精心秀的刺繡品 非常基本的刺繡品 來定期性能 來參加我們的新郎 一定要寡衝好了 好 我們演藝人 天下的有機人 中級健康 通常的演藝人 找我們的新郎和新娘 消息小海 白逢賢勞 一生幸福 我要不要送你 我好像今天沒有帶什麼地鐵 有些我們的地鐵送路 都是來到 我們帶了這個 新鮮豬樹人 蓋玉堂的小一隻豪小一隻 還有我們現在的朋友們 買一起黃春 什麼 什麼 給大家買一起黃春好嗎 買一起黃春 好啊 沒有問題 不過我要送你一個 定情之物 你知道嗎 我的定情之物 就是親你一下 你看 好啦 不要為難她了 你告訴我 你還在這邊結幾個婚 我是你第幾個老公 第一次 第一次 我都是說第一次 你看她害羞的樣子 對 她第一次 第一次 要看見不到 你不害羞嗎 不害羞嗎 你不可以 好啦 我帶回去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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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竹的婚禮熱熱鬧鬧 且充滿歡笑 即使新人在拜天送入洞房之後 慶祝的儀式仍然會繼續進行 尤其在宴席上 女方親友還會唱起趣味的禁酒歌 三三杯 這酒中 有我 新娘子 好 不行啦 你不不不 妹妹 你要幫我喝 不是 請說 因為就是小姨子 對 就是小姨子 明星 全是全一位 我們新娘子好 全是全一位 我們新娘子好 我們新娘子好 新娘子好 新娘子好 不行啦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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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媳婦 哎呀 媳婦 你來 那位 那位啊 那位啊 不是 那位 不是 那位 那位 不是 那位 哪位啊 他嗎 你看笑嗎 是 確定嗎 真的 我們這杯啊 我沒醉 不要喝 不要一直叫姐夫 我演你 獎勵三杯 土竹的熱情是溫暖的 就像這一杯情歌酒一樣濃烈 令人久久不能忘懷 哥哥都想嫁給你 哥哥都想跟你走 哥哥都想跟你走 快點 快點 好 好 呀 那個 那位 那位 好